第43集 光明之战 水瓶星龙决战飞盘龙 为什么我一直受不到加比娜的召唤呀 盗龙手环出故障了吗 凯峰 别着急 要有耐心一点 好奇怪哦 双鱼星龙也一直没回来 我猜是没找到天蝎星龙 说曹操 曹操就到 亲爱的 我回来晚了 双鱼星龙 天蝎星龙一直在等你们 凯峰 加比娜出事了 我和加比娜失去联系了 亲爱的 不要担心 我这就和天蝎星龙进去找加比娜 只要能逮到蒸汽龙 就算要到世界的尽头 本王也无所谓 天蝎星龙 你好霸气 快到龙翼之门来吧 好 我们上 我没上 凯峰 这下你不用担心加比娜了吧 凯峰 我要进化 我收到加比娜的呼唤了 全向龙翼之时战斗模式启动 斗龙计划 加比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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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我在憎我 进化了 这是水象力量 凯峰说到我的召唤了 斗龙战士只能帮助你进化 没办法进来帮你战斗 我和凯峰心灵相通 就算他不在身边 他也会支持我 我也一样可以创造奇迹 加比娜 进入了我的地盘 你还能创造什么奇迹 这边还是只有一个 小兵女 不可能 水树 什么 见效了 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了 不好了 这个地方好像要毁灭了 我们要赶紧想办法离开这里 以本狮子看 只要消灭钢烈龙就能离开这里 好 这个任务就交给我 好酷 来 雷古曼 不要以为获得了武器就能击败我 我求喷射 匹匹双剑 高烈龙 看你往马头 好 雷古曼 别忘了这里是火象龙玉 我最强大 好痛 雷古曼 我没事 雷古曼 刚烈龙对你做了什么 暗器 什么暗器 刚烈龙的下巴好像才有暗器 我没办法靠近它 本狮子早就发现那块东西了 你们仔细看看 那块东西好像蕴藏了刚烈龙全身的力量 全身的力量 雷古曼 击败刚烈龙的唯一方法就是找到它身上的致命点 一块火象属性的一击木 一击木 雷古曼 你在说什么 我刚刚收到了小义的提示 要击败刚烈龙就要找到它的致命点 一块火象属性的一击木 一击木 一击木 要是我没猜错 就是你那块暗器了 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到底是要投降 还是被大火烧死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消灭你 给你们的机会不珍惜 别怪我 火欲喷烧 我火了 天堂 我坐下 雷古曼 快点行动 热身 雷虫尖 成功了 原来那块东西真的是钢炼龙的死穴 钢炼龙消失了 是的 我们打败钢炼龙了 传缩屏的打开了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回到小姨身边了 我们走吧 我计划了 飞盘龙 你这算什么意思 我 不知道 就在人类世界叫飞里 我没有想要飞里你 只是你突然进化了 飞盘龙 我本来就讨厌你 加上飞里的仇 我跟你没完没了 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我不是故意的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不敢了 给我滚得远远的 是 是 好像不对 又怎么了 这里是我的地盘 带滚的是你 不是我 是 这是光像龙玉 胆小鬼 差点就让你迷惑了 飞盘龙 你再说一次 谁是胆小鬼 胆小鬼 胆小鬼 你就是胆小鬼 胆小鬼就是你 我好好教训你一顿 不知道悔改 胆小鬼 我要收复你 光影术 默默 是什么东西 罗里 乖吧 听从我的指挥 听从我的指挥 塞美拉 你认识看一下 我是双子星龙 对不起 我不认识你 塞美拉 双子星龙是我们的敌人 要是我们不消灭它 它就会把我们消灭 胡说 救命 塞美拉 快来救本星龙 天秤星龙 那只臭名的家伙 活不了多久了 塞美拉 快说 天秤星龙现在在哪里 在外面 被魔鬼补物夹捉弄 天秤星龙 我来救你了 变成船了 绝不能让双子星龙救进天秤星龙 否则我们有灾难了 知道 交给我 孙美拉 你也变形了 不要跟我说废话 不是 我是不会让你救天秤星龙的 双子星龙 孙美拉 中了假面龙的木影树 被控制了 难怪 孙美拉 别听他们胡说 消灭双子星龙 我们才会安全 是 迪谷 你快说呀 千帆是怎么发明屁屁龙的呀 好 好 屁屁龙是千帆一年前发明的 迪谷 只要我给这只机器兽龙铸上超级磁铺 它就可以正式活动了 千帆 你真是个天才 迪谷 我已经给这只机器兽龙想了一个有趣的名字 真的 是的 皮屁龙 与调皮的皮字是谐音 你的意思是 它会很调皮 是呀 因为我小时候一直想调皮一点 可是不敢 现在想通过皮屁龙来完成我的心愿 皮屁龙还会变形 对 它还有武器 这是它的必杀技 看 我早就准备好了 千帆 你真的太有才华了 迪谷 别眨眼了 我马上就要激活皮屁龙了 迪谷 我成功了 哈 哈 阿啾 有点着凉了 千帆 别只顾着发明恐龙 还要注意身体 阿啾 爸爸 爸爸 我不是你爸爸 那我要教你什么 那我要教你什么 就叫我千帆 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好呀 魔力凝固 千帆 皮屁龙将机器兽龙变形了 不 我已经在皮屁龙体内设定好解除魔力凝固的方法了 要么是天黑 要么就是 阿啾 看吧 打喷嚏也可以 你 千帆好厉害 我也好厉害了 爸爸 皮屁龙叫千帆爸爸 好蠢 阿啾 你笑得也太夸张了吧 迪谷 真的好好笑 所以你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要打喷嚏才能解除魔力凝固了吧 明白了 总算完成任务了 我已经带胆小鬼去见蠢蠢了 锁里 醒醒 不在 现在感觉怎么样 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 你是飞凡龙 我的拍档 对 我们是拍档 来 跟我走 是 十二星龙 飞排档 终于找到你了 水瓶星龙 我还记得你 这次竟然还多带一只星龙过来 飞排档 初次见面 锁里 你怎么一直不说话 你们是谁 怎么会认识我 什么 锁里 就让我来告诉你吧 那一只是水瓶星龙 另外一位是 这次是水瓶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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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龙 他们的水瓶 他们想要消灭我 行 我要保护你 救我万丈 为什么 卡维利 卡维利 是我呀 白羊星龙 别解释了 快反击 否则你会完蛋的 是啊 快反击吧 我等着呢 不行 我们不能伤害卡维利 逃走了 卡维利 这是怎么了 白羊星龙去交给卡维利了 你就交给我了 银子高压 好痛 索里 赶得漂亮 谢谢 彪羊 索里 你疯了吗 竟然帮飞盘龙攻击我们 你知道我们是 水瓶星龙 别说了 索里被飞盘龙控制了 处女星龙 看来你是挺聪明的 哎呀 处女星龙聪明 不及索里有智慧呢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哎 要是百诺知道 索里被飞盘龙控制了 他一定很伤心的 百诺 没错 百诺才是你的真正的拍的 是吗 那他现在在哪里啊 索里 别听他们说 他们是想分散你的注意力 这里根本没有一只叫百诺的恐龙 百诺不是恐龙 是斗龙战士 斗龙战士 处女星龙 你说的没错 索里的反常和那只血影有关 这两只星龙真是好 再这样下去 光影术会失效的 索里 别听他们胡说了 我们一起联手消灭他们 保护光象龙玉 好的 处女星龙 你能反击索里 我来对付非盘龙 索里 对不起了 炫光万象 光影凡样 非盘龙 你以为你可以当局外者 所受愚人之力吗 看我怎么收拾你 炫光烈影 我不许你们伤害非盘龙 索里变形了 索里 你已经迷失了本性 成为非盘龙的傀儡 我不是傀儡 我是非盘龙的拍档 索里 我就需要你这么忠心高高 索里彻底被控制了 好难过 真像高歌一曲 处女星龙 别想着唱歌 大无知己是要唤醒索里 不 大无知己是要消灭非盘龙 只有把它消灭了 索里才不会被控制 有道理 就这么办 索里 快给我上 没问题 磨瓶双斧 磨瓣炮 磨瓣炮 沙龙 磨瓣鲜星龙 我在这里 我的武器呢 齐亚多 救我 齐亚多 我们在 我们来救你 你们谁也别想救走齐亚多 齐亚多 你挑拨齐亚多向我们发起攻击 现在还想让我们看着齐亚多自身自灭 对 全对了 这就是我把你们引迹土象龙域的最终目的 齐亚多 你好很多 紫药 救我 齐亚多想起紫药了 太迟了 你们马上要上星天了 鼓誉魔尚 摩羯星龙 我们尽最大的力量保护齐亚多 是